强大的声音已经进入第三个角度 变成橄榄山上的丹烂 欢喜地俯瞰大地 住在天堂的光明中 作为永恒的安慰者 接下来 让我们仔细研究伊诺克语本身 看看它是否真的是一种功能性的语言 多年来 许多语言学家研究了伊诺克语 试图确定其作为一种自然语言 而非人为发明语言的特征和真实性 他们发现 伊诺克语拥有独特的声音系统 语法和句法 以及一套可能因缺乏其他文本 而数量有限的词汇表 尽管词汇有限 但伊诺克语仍能表达细微 复杂和微妙的含义 正如我们在48倍钥匙的译文中所看到的 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 伊诺克语可能抄袭自其他语言 然而 伊诺克语并没有语真和一句语言 存在明显关联 这包括希伯来语 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通常认为 他与亚当最初使用的原始语言 最为接近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 无论有意无意 总会从鲜游语言中汲取元素 因此 伊诺克语的独特性成为一个谜题 如果伊诺克语在这种独特性上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必须严肃考虑 拜德华 台里接受到的这种语言 可能是自然语言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超自然的 即使是伊诺克与最受尊敬 和最具挑战性的批评者 语言学家唐纳德·莱克克 在他编写的 完整伊诺克语词典的结尾也写道 我们仍然不知道 它是一种自然语言 还是一种人为发明的语言 如果语言本身难以质疑 现在我们就必须转向他的文字系统 伊诺克语字母 包含21个字母 书写时可能带有附加符号 但只有少数字母与英语字母直接对应 大多数字母拥有独特的读音 伊诺克语从右到左书写 这是他与古希伯来语唯一的相似之处 如果凯利或迪从其他来源或去领带 我们应该会在字母表中找到线索 因为它是凯利最早接收的天使信息 比1583年3月收到的 天界失败早几天 值得注意的是 约翰狄曾拥有一本 1530年由乔瓦尼 潘蒂奥撰写的《炼金术认文》 其中包含一个名为 古代伊诺克字母表的表格 在这本论文中 我们可以发现狄所作的大量笔记 甚至是他试图用潘蒂奥的字母表 写自己名字的常识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他与爱德华 凯利接收的天使文字 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如果说有什么关联 那就是这表明 迪对伊末克语的追求 早有我们之前的认知 可以追溯到他更早的学术生涯 尽管约翰 迪和爱德华 凯利两人继续在合作 但随着他们在欧洲大陆的旅行 特别是接收48个钥匙之后 这两位英国人的关系 变得愈发紧张 一位亲密的朋友曾评论说 迪似乎把凯利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强迫他几乎每天进行长时间的关心仪式 此外 迪还在每次仪式前 要求长时间的紧实和进化 加剧了紧张气氛 或许正是这种无休止的压力 导致了爱德华 凯利做出臭名昭著的信息交换事件 最终摧毁了两人的合作关系 1587年 凯利再次与天使取得联系 但这次他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 为了促进这两位男士的哲学伙伴关系 天使命令约翰和爱德华 凯利共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有一天天使命令他们要交换妻子 这让他们非常痛苦和空 迪的妻子显也因为这个命令而哭泣和颤抖 迪当然反对了 但是经过几天对凯利和天使的审问 以防他们是魔鬼的伪装 他最终相信了这个命令是真实的 并且是上帝的旨意 约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5月22日 凯利夫人接受了圣餐 并且向我后的妻子 伸出了有爱的手 我们也没有拒绝他 面对天使提出的分享妻子的要求 迪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和悔恨 最终无法继续进行神秘仪式 9个月后 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 取名西奥多·克雷伯尼乌斯·迪 有人猜测这个孩子其实是凯利 但迪将西奥多抚养成人并给予了爱 分享妻子的事件成为迪终生的秘密 1589年 他和家人回到英格兰 而凯利则成为神神罗马帝国皇帝 鲁豆腐二世的首席炼金术士 迪和凯利从此再未见过命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 围绕伊诺克与真实性的各种理论 首先我们将分析一个背负了几个实际片子 和江湖术士恶名的人 艾德华·凯利 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敌院是他时 他使用的是另一个名字 艾德华·塔尔伯特 我们只能推测凯利才是他的真名 历史学家们知道凯利受过良好教育 但无法确切定位其学习地点 最可能的机构是牛津大学 在那里发现属于艾尔兰的 塔尔伯特的这个名字 曾获得过神学学士学位 据当时与塔尔伯特同志的学生说 他曾在某段时间精神恍惚地 突然离开了牛津大学 他离开的原因仍未可知 根据历史记载 凯利曾因涉嫌伪造 制作假币和死灵术 利用尸体预言未来 等罪名收审 因此 许多质疑伊诺克与真实性的人认为 凯利是出于获取金钱和印象力的目的 欺骗了约翰·迪 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动机 需要注意的是 迪从来就无法直接看到 或听到他所交流的天使 所有信息都是通过凯利传递的 迪曾在日记中坎白地承认 你知道 我无法看见胡预言 虽然迪完全信任凯利的话 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 阴谋可语的真实性 事实上 认为凯利七天迪的理论 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 约翰·迪和其他在场者都认为 凯利在长期与天使交流的过程中 相当不情愿 如果凯利真的只是为了 骗取金钱和地位 那么他大可以终端与天使的接触 但他却忍受了繁琐 压力和过于复杂的信息 传递方式 然而 即使假设凯利能够记住 11万7649个字符的位置 并反向诵读 一诺可语 也难以解释一下一点 矛盾动机 既然凯利曾向迪抱怨自己 连一只语言都难以理解 那么他为何要费力背诵 如此复杂的信息 并反向传达 就与他想要欺骗的动机 似乎矛盾 写作风格差异 48的钥匙的英文译本 与凯利自己作品的写作风格 完全不同 如果他是抄袭 那么应该能找到相应的来源 但目前为止并无发现 因此 单纯认为凯利是骗子 并不能解释所有疑点 我们还是要从其他角度来 分析一目刻意的真实性 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疑点 还有其他证据 能够虚弱凯利欺骗人的可能性 多个天使联络人 在凯利之前 巴拿巴 索尔 也曾充当迪的天使联络人 之后则是迪的儿子亚瑟 最后是巴塞洛蒙 希克曼 如果凯利灭造了天使对话 那么不同天使联络人之间 理应存在风格 主题和方法上的差异 但在迪的记录中 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语言的独特性 伊诺克语拥有独特的发音系统 语法和句法 以及词汇表 即使是语言学家 也难以凭空创造出 如此复杂的语言系统 符号体系的复杂性 伊诺克语不仅有独特的字幕表 还有数字和各种符号 其书写系统 也与人和一致语言不同 综上所述 虽然目前无法完全证实 伊诺克语的真实性 但单纯认为 它是凯利编造的片局 似乎难以解释所有一点 实际上 低于天使米加勒 加百列 拉斐尔和乌利尔的对话内容 在不同的天使联络人之间 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 彼此之间 还存在许多直接的相思之处 这可能让我们将怀疑的目光 投降另一个人 整个过程中 唯一始终在场的人 约翰迪博士本身 如果说有人能够创造伊诺克语 那么约翰迪 或许是最有可能的人选 他拥有渊博的知识 尤其擅长数学和密码学等领域 这些知识 才好与伊诺克语的复杂结构 和富豪体系相契合 由于约翰迪在 密码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他被任命为 英格兰的第一个 命理情报局局长 这是现代 英国军情六处的前身 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 他建立了当时世界上 最庞大的间谍网络 他甚至在《斜迪女王》的信中 署名007 这个特征 启发了虚构的间谍詹姆斯 邦德的形象 这就导致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理论 那就是约翰 其实是英国的第一个间谍 因为他和凯莉 一起穿越欧洲大陆 假装是一个古怪的老人 寻找天使 的确 约翰敌对他的祖国英格兰 有着深深的忠诚 甚至有人认为 他创造了《大英帝国》这一说法 他不仅是伊丽莎白女王 遗世的关键顾问 还是他多年的挚友 他们的缘分 开始于年轻的公主伊丽莎白 独夺被他多疑的 同父一母姐姐 当时的女王 后被宣称为血清玛丽 软禁其间 迪担任了伊丽莎白的科学导师 他们之间建立了 持久一生的友谊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 资助了迪许多神秘学的研究 并保护他免受巫术指控 即使迪与凯莎离离开英格兰 他与女王的密切联系 也一直保持着 或许 女王的支持 可以为迪的信用 增添几分否则 此外 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认真对待 与天使魔法和语言相关的研究 这一点众所周知 有时 他也会在翻译天使语言复杂的发音 和语法时流露出沮丧情绪 然而 我们不能仅凭这些片段信息 就判断伊诺克语的真实性 迪的性格 一直以来都被描述为 坚定且不亦让人怀疑 从他对神圣智慧产生兴趣开始 他就不仅仅是处于求之欲 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神圣的使命 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使命来自上帝 我并没有伪装 也绝非伪君子 也经家 或在这个事业上 昏庸或做梦 然而 一些怀疑认者提出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 关于迪的精神状态 在迪的一生中 他的家人和同事 从未报告过任何 他患有精神疾病的迹象 其中一位曾评价迪 对待每次仪式的方式 都非常冷静 没有狂热的幻想 在他的笔记中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仔细查阅每个文本 严格验证每个天使的身份 以及他最脆弱的 自我反省和失败承认 因此 将他视为精神失常 是对他一生贡献的不敬 也与历史事实相悖 摆脱了天使和约翰迪的束缚后 爱德华 凯利 继续游走欧洲 最终获得了神神欧马帝国 皇帝鲁道夫二世的资助 他通过炼金术实验 即将产出黄金的说法 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过上了奢靡的生活 1590年 他甚至被封为伊曼尼 和辛鲁本爵士 然而 这种奢华的生活 并不长久 命运很快对凯利 展开了他的排局 1591年5月 凯利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鲁道夫二世 逮捕并监禁 原因据称 是与官员吉里 亨克勒决斗中杀害了他 然而 更可能的解释是 鲁道夫二世担心 凯利在炼金术尚未缠除黄金前 就逃离布拉格 四年后 凯利在地牢里 向鲁道夫二世苦苦恳求 最终说服他 能够兑现炼金术的沉默 他恢复了以前的地位 但受到严密监视输液后 仍无法将材料转化为黄金 鲁道夫二世 对凯利的伎俩感到厌倦 将他最后一次 关押在摩斯特市的赫内文城铺 1598年 凯利试图从高塔逃脱 但摔断了腿 被拖回地牢后 仅几天便因伤去世 相比之下 约翰迪的命运 则显得平达其量 1589年 应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的要求 迪邪家眷返回英格兰 她抵达伦敦时 身边有20名士兵护卫 女王在李世曼宫接见了她 欢迎她回国 然而 当迪回到位于莫特莱克的家时 先是给了她沉重一击 她发现自己珍爱的私人图书馆 遭到了无情的破坏 内部被焚烧 超过三分之一的珍贵书稿被告 她还得知 许多邻居都把她当成魔法师 而害怕她 自从她离开后 英格兰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她现在对神秘学的研究和实践 受到了公开的质疑和谴责 不再被大众所接受 迪回到英国后 虽然受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的安置 本人曼扯斯特基督教堂的管理者 但仍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她与同事和下属之间摩擦不断 甚至遭受欺骗 过久之后 她的妻子简和两个女儿 又不幸染上黑死病去世 1603年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 詹姆四一世纪委 新国王对神秘学者怀疑态度 下令监视所有一致的魔法师 76岁的迪也未能幸免 受到当即的骚扰和刁难 并被剥夺了工作职位 迪作为垂木老人 为了委屈生计和照顾女儿凯瑟琳 只能将近身的心爱书籍逐一变满 凯瑟琳一直悉心照顾她 直到她在莫特莱克去世 享年81岁 遗憾的是 后来迪的墓碑还被盗了 因此她的安葬地点 和缺切死亡年份 至今未知 回顾迪的一生 她曾在1583年 也就是她与凯莉 一起离开英格兰的那年 记录过一个 令人毛骨悚难的噩梦 星期六晚上 我梦见自己死了 我的内脏被折出来 我仍然能懂能说 并与很多人交谈 其中包括财政大臣 他来到我家 想烧我的书 约翰 迪博士和他寻找 神圣知识的故事 虽然结局悲惨 但如今 人们已经开始 认识到他思想的复杂性 以及他在争执和科学领域 对世界的贡献 然而 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作品 是他和凯莉发现的天津语言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 英诺科与知识 主要来源于 迪博士留下的详尽预计 晚年时 迪担心他的邻居和真名 会将他的著作 视为异端而焚烧 因此 将部分日记和魔法书 藏在一个木箱的家层中 这些著作 在他去世后 50多年 才被重新发现 迪去世后 这个木箱被拍卖 并作为一个礼物 送给了一位高点师的妻子 这位妻子 在20年后 才偶然发现 家层的存在 这位高点师的妻子 发现家层后 将日记放在桌子上 准备稍后再看 却没想到 他的女佣不识字 为了生活 将许多页面撕掉 妻子发现后 及时之举 才挽救了部分残业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 伊诺科与材料 主要得益于迪博士 详尽的记录和大量笔记 然而 这些残区的材料 仍然难以让我们 完全理解和验证 伊诺科与的含义和真实性 遗憾的是 由于部分原始手稿丢失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 解开这个谜团 有趣的是 笛本人并没有将这一语言 称为伊诺科与 他使用过亚当语 天使语 或天界语言等多种称呼 我们今天称之为伊诺科与 是因为一本名为 罗格尔书的文献 据说原字神话人物 伊诺超入的一部著作 类似于摩西五经 是以圣经人物摩西命名 这本书也被冠以伊诺之名 许多关于伊诺科与的知识 藏匿于迪卫公开的日记中 这些日记分散开卖到 普通家庭 直到十九世纪末 一个名为 黄金黎明协会的 神秘学组织成立 该组织将提示为 荷尔莫斯哲学思想领袖 致力于收集他的著作 并将其耐入教师课程 然而 由于他们只接触到 少部分迪的日记 黄金黎明协会 完全不知道 罗格尔书的存在 这导致了与迪原本系统 截然不同的 伊诺克魔法体系出现 虽然相似 但最终独立发展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 包括主名神秘学家 阿莱斯特 克劳利推广的伊诺克语 迪的系统不显为人居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 互联网重新发现了迪的原始著作 如今 神秘学研究者们 投入了巨大努力 试图破译和理解迪所理解的 伊诺克语 或许能够克服它 未能逾越的障碍 然而 一些问题可能永远无法解答 关于约翰尼与爱德华 凯利与天使对话 伊诺克与真实性 以及罗格尔书密码的问题 目前并无确切答案 这些话题涉及 个人信仰和神秘学领域 难以用科学方法 完全证实或证伪 如果您对这些话题 有自己的看法或利润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也许通过大家的讨论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这些历史谜团 最后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提醒 期待您观看 下一期的真假传说系列